法定人數不足 法定人數不足 郭利監察 昨晚其中一位 就是有些發燒 送了去瑪嘉玲醫院 接受測試和監察 另外 五十六歲的男病人 亦有幾位密切接觸者 有兩位 現在都在旁邊 另外有兩位 是太太和另一位人士 分別在瑪嘉玲生 和屯媒醫院 因为他们都有少少病症 所以稳固地拿了化验去检测 因为我们每一天 都是有一次或者两次的检测结果 都要等待检测结果 才知道有没有机会染病 其他的接触者 我们都陆续找到 有一些都有病症 都送了去医院 不同的医院那里 他们都要等一些检测报告 另外其他人士 都在接受医学監察 他们暂时就没有病症 我们都呼吁 曾经在1月21号 坐过由深圳北 去到香港西九龙 G5607列车2号车厢的人士 就打我们的热线 2125、1122 我们由前两天开始 热线已经运作着 以后这几天 都是会早上8点 到晚上9点运作 接着现在我们都收到 160个热线的查询 其中都有一些 是一些搭过那班车的人士 都打过电话来 我们都找到他们了 我们知道 昨晚 世界卫生组织 都出了一个 关于突发事件委员会的会议 他们都对于这次的疫情 是否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事件 都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根据他的资料 就是目前那个病例的死亡率 是大概4% 现在已经武汉有第四代的病例 和武汉以来的第二代的病例 他们的估计就是说 人制的传播都是在发生着 那个初步的传播的出路 出率就估计为 估计值就是1.4到2.5 这个都是相对比较高的 就是跟我们流感 或者有时那些流感大流行 那个out knock 就是那个传播的出路 都是非常之高的 就是如果这个出路是说 是没有一些阻止的行为 比如说你不会说将他隔离 或者有那些措施以下所估计的 我们知道他这个会议 都会十天之后再举行 就着这个事情 我们卫生防护中心 都那个科学委员会 下午都会谈一谈的 就着最新的流行病学 和最新WHO 就是世卫的组织的建议 再谈一谈的 那或者众医生 或者我跟大家讲一讲 在医院局里面的最新情况 那我们每日通常发布 就是去到下午12点的 但是不好意思 就是我们12点的数 仍然在合对当中 所以我只可以暂时 我们晚点会补回给大家 我们就会报到 由昨天的12点到今早8点 那我们总共是新增了 66个情报个案 总数累积去到236个案 情报了 那现时仍然有119位 119位病人是需要留院的 那大家都知道 确诊了的病人就是两位 那陈先生、张医生都解释了 那在我们马加烈的 传染病控制中心那里 就留意治疗中 情况是稳定的 情况是稳定的 那特别留意到 如果大家有一向留意我们的数字 在昨天到今早8点 我们情报多了66个个案 是相当之多 就是因为情报那个 大家知道 我们情报那个准则 就再次扩阔了 那所以同时都感受到 那个压力 就是我们每一个个案 简单说 我都会收到一个通知 我们昨晚都不断响机 一路我们说叮叮叮叮叮 一路有case 那所以都造成那个 那个我们叫隔离病床 隔离病房的压力亦都增大了 那我们现在的隔离病房 隔离病床的情况 就隔离病房 隔离病床先 隔离病床 应用做隔离病床的地方 已经开始用 那所以我们最新的数字 其实已经去到 现在用570左右 大约570个病床 是需要用的 那它的使用率呢 增加了那份母之后呢 它都保持住 大约5成左右 即有5成的病床 但我跟大家解释过 它很多时候这些疑似个案 即是说要测试的个案 反而我们是要用一间房去处理 即是不能摆在一起 因为我们未知它是正还是负 所以隔离病房的数量更加重要 那我们一向就是之前 我们常规性 就是大约有290间 隔离病房 就是用复额在做的 那我刚才说了 其实联网都在一路移动 希望就是将那些资源 再增加我们隔离病的设施 那我们现时最新的数字 已经去到有309间病房 就是现时开复额在用 但是那个基本上 都满得很重要 都去到我们说的使用率 去到超过了七成 因为隔离病房就不同 我们普通病房 就不可以去到一百的 基本上你去到七八十 其实已经满了 因为它有不同的单位 不同的处理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七十几个百分率 基本上都是相当满 那我们刚刚刚才开完一个 过来的中央委员会 就是讲那个传染病控制 以及紧急应变的中央委员会 里面同时都表达了 他们现在都还努力着 在不同的医院 七个联网 各大的急症医院里面 仍然会继续去 将那个资源 就尽量调配给一些隔离病房 隔离病床 那都想讲一讲 都是同事 现在都做得非常繁忙 都多谢同事的努力 当然我们接下来 都是看到那个农历年到 今天都年三十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担心 在以往都是见到的 那个流阳高峰期过后 不是流阳高峰期过后 sorry 流阳高峰期过后 过年长假期过后 那个压力也会再增大 所以我们已经准备好 一连串的那些应变措施 联网里面已经准备 可能有机会 就是在那个新年农历年假后 就一些非急症的手术 非急症的步骤 可能会有机会减少 那今早刚刚都跟那些 内科的部门主管都谈着 他们已经开始想着 在农历年过后 可能有部份的专科门诊 部份的专科门诊 我们可能要改用 这个补充药物诊所去处理 就是说可能要跟病人 先补了药 我们迟些才能够再跟他复诊 这个我希望大家都理解 大家理解 另外我也想说说 就是我们传染病中心的安排 因为开始有个案是确诊 所以这些个案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会转去我们的 马嘉烈那个传染病中心 那里去治疗 因为现在的测试是初步 所以我们都不会等到 他做完那个精神才去的 我们基本上他是那个 我们叫RT-PCR 已经是阳性 我们就会转病人过去那边去处理 那现在我们一向的安排都是这样的了 如果那边就是我们初步 第一阶段就会接收二十个病人 如果二十个病人过后 我们就会可能需要回各间的医院 去处理自己医院里面的病人 因为如果你太多病人 职在那里 其实也有机会逼爆了 马嘉烈那个传染病中心 也都造成了风险 所以我希望在这里 都跟大家温一切 因为以往一向我们都是这个安排 那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就会这样做 另外就是我们也关注 刚才说了 我们员工的情况都相当繁忙 也都开始要有员工处理一些的 的确诊个案 所以我们对于员工处理的安排 也都很紧张在那里看着 包括一些同事那个人手的应付 怎样轮处安排等等那些问题 都各个联网各个部门 他们都因应他们自己的情况 是去处理着 就是万一有病人确诊的时候 他们怎样安排 分批的同事怎样去照顾 那么这里我也想说一声 就是我们一向都是的 怀孕的员工 怀孕的员工 我们不会去安排 进去那些传染病房里面处理 那么免了增加风险 那么另外也想说一说 同事都比较关注 就是那个同事流宿的问题 因为有些同事如果他在那段时间 要照顾一些确诊的病人 或者他接触过一些确诊的病人 或者高度疑似的病人 那他可能就是希望有个短时间 未必上回家等等的问题 那么我们都尽量在那里安排 直至现在我们在七个联网里面 我们的支援的同事 其实都帮忙找着不同的房间 而在这一刻同事报给我 大约有二百六十几间房间 在七个联网里面 可以给到同事作为流宿的用途 那么我们都会继续想办法 就是找多些住宿的情况 希望可以安排到的 那么也都我们接触着一些酒店 看看会不会肯帮忙 那么初步都有一两间酒店 都说有机会可以帮我们走 我可能租到一些房间的 但是也都租到有部份的酒店的拒绝 那么我呢 我起码在这里都呼吁 因为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其实抗疫真的要全民一起上下一心 所以希望酒店也都帮忙 其实我们的员工 老实说我们给他们回家 他们去酒店住 他们平时穿着那些装备的 即是有着的去保护 所以我想风险都不需要太担心 希望这里都呼吁一下 酒店也可以帮忙 我们也不介意那个资金 可以给同事有个住宿的地方 那这个我们一直在跟进 也都在同事的资讯发放方面 我们都希望会继续增强的 那所以我们在医管局里面 我们每个同事其实可以 可以继续一个APP 可以知道它最新的情况 那我们也都透过我们叫HRAPP 里面将一些资讯 我们会用一个防疫快讯的安排 希望不断地更新 他们面对最关注的情况等等 那这个我们也会做 那有关同事的防护装备 我们一直在掩讨着 一直在保证有充足 同事在训练 我们也在看着 譬如好像最近有同事 就告诉我们 担心那些实习医生 担心实习医生的训练 会不会充足等等 其实实习医生 他入职根本都有训练的 不过有同事担心的时候 我们最近都再提醒 因为我们网上 其实都有一些资讯 放在这里了 我们都最近再传一次给他们 希望他们重温一次 我在这里也不如讲一讲 讲完这个就是口罩的问题 我们也有员工反映 因为大家知道市面上 口罩那个都比较紧 我想这个大家都明白 我们员工反映 他们口罩会不会是上班、下班 这个我们会处理的 因为其实很合理 因为同事他上班、下班 需要几个口罩 他在医院里面 拿几个口罩 需要上班、下班、下班 我想这个是公众也理解的 这个我们也保证同事 能够得到这个支援 最后我想讲一讲情况 我们今早中央委员会 里面都谈了 在医院里面的口罩问题 觉得大家专家都觉得 其实无论是口罩好 或是结手液、洗手等等 其实对感染控制 是真是很有帮助 所以大家都觉得 在这段时间 希望市民也帮忙 我们不断地说 在临床的地方 我们需要 无论是我们探病的人 我们病人、员工都要戴口罩 但我们希望市民来到医院的范围 我们鼓励大家尽量戴口罩 希望可以保住医院的防疫控制 也带着一袋截手液 希望可以勤洗手 这个也很重要 OK 我或者说到这里 麻烦 请问问在隔离营的密切接触者的情况 其实他们是发烧送业 可不可以多说一些 其实他和首个确诊的患者 其实是有什么关系 两者 还有是 是不是医护人员 还是同一辆车的乘客 另外他的发病日期 还有病征 还有他有没有已经做了快速测试 还有有了结果没有 如果做了的话 另外他现在留意的情况 可不可以多说一些 另外就说到 现在都找一些酒店帮忙接触 我想问有没有说 已经找到哪一间 可不可以说一下 那是一个感密接触者 据我所知应该是 坐前二后二的火车的接触者 他应该是昨晚下午 有些发烧 有些肚子 就进去医院 那么我刚才说过 我们没有结果的 我们今天那些 发现报告也没有的 那 可能这一两天 就是今天或者明天 看看他入院的时候的时间 酒店那方面其实我都是刚刚这么早 一些行政的同事跟我说话而已 所以我其实都没有进一步的资料 亦不知道可否透露哪一家的名字 我想未必一定行 所以我先在這裡說 李偉偉 你好 都想請問一下 因為有報導或者網上留言 都說馬加列醫院和威元 都有醫護人員已經受到感染 想證實一下 是否有醫護人員可能出現一些疑似病症 有隔離 這兩件事是想重複的 另外第二件事 剛才張醫生你也提到 緊密接觸者都出現一些發燒託的症状 其實你剛才提到是那些乘客 前而後而 是不是都明確顯示到 這個病毒來到香港 真的有人傳人的情況 擔不擔心社區爆發很快就會發生 還有一件事想請教的 就是剛才中醫生提到 隔離病房緊張的情況 有些醫生組織就說 個別醫院特別多懷疑 個案的時候隔離病房 壓力都很大 就說都向你們反映過 看看衛生署方面 可不可以加快一些 就是化驗程序 因為其實快速測試 兩三個小時就完成了 但是一般就是入隔離病房 可能都要兩三天才可以完成那個程序 就是看看那些發驗報告方面 流程有沒有地方可以加快 如果一支兩人 一個條件的話 可以快些讓他們出去加快那個流轉 謝謝 現在有流感高峰期 你看到我們之前的百多二百宗 所謂的懷疑個案 大部分都是因為其他的原因 現在只是找到良例 其他的都是找到很多其他流感 副流感或者其他的病毒 所以因為我們很緊張 所有的密切接觸者 無論是火車、同住 或者醫護人員 有一點點不舒服 我們都希望隔離他再做措施 所以你知道可能有醫護人員入院 都不知道關不關事 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那個病徵可能是很輕微 但因為他曾經有機會 或者害怕自己有機會接觸那些 大家都很緊張就入院了 就不是說有一個確實的傳播 如果確實的傳播 就是要他都檢驗到 是真正的新型的冠狀病毒 所以… 但是你和醫護人員 真的有機會 已經正接受著了嗎 我知道也有一些同事 就是可能是接觸過或者是沒有接觸過 或者是懷疑接觸過 就是各樣形式的都入了醫院的 但是就不是真的說 我們… 就是那個… 真的懷疑那種個案 我講一講 所有的情報的個案 我們都是隔離的 我就不敢確定 我知道的 是不是你說那幾位 因為網上很多消息 我們都不知信哪個不信哪個 最主要是為何我們要說 我們知道的給你們聽 我們知道有幾位的醫護人員 他都是因為他自己本身有發燒 或者是有那些上呼吸道 呼吸道的症狀 我們都在醫院中處理著 隔離病房不一定是隔離令 明白嗎 即是不一定是懲報了那種 我們有懷疑他 他擔心 我們放在隔離病房再檢驗 那為甚麼呢 因為有部分的醫護人員 他… 據我所知 我手上起碼我知道的 譬如需要這樣處理的醫護人員 他們都是因為 就是在那段時間 譬如有個確診的病人 在那個區域經過 那麼他們比較擔心 他發覺之後自己又有發燒 那麼我們都是 作為僱主也好 作為醫生也好 都是希望照顧好些 所以我們都是明白他擔心 就照顧進去跟他驗 驗清楚是不是這樣 那麼他們在那個情報準則來說 不屬於那些叫closed contact 不是那些緊密傳染 真的closed contact 我們昨天說過 有兩位 那兩位應該在隔離營 隔離營正在住 14天那裡 其他那些是因為他這樣的情況 我們幫他驗 現在我們驗了幾位 我不會逐個說 因為病人私隱問題 驗了幾位 但是也不少部分 其實都是一些隔離營 隔離營 隔離營 也都基本上 我們so far 有的報告 他們的新型冠狀病毒 都是情陰性的 即有的報告都是情陰性的 所以大家不用太擔心 但你有多少位 這個我不說了 不一定 所以我也不說是哪一間醫院 我的資料可能和你都未必完全一樣 因為網上很多不同的資料 但是我手上有的 都是這樣的情況 不是全部 我手上知道他們回來 暫時沒有一個 是驗到陽性 驗到的都是陰性 他們不用太擔心 另外就是 我也想在這裏趁機會講講 因為你看到 變成都是同事 就算 我想大家都明白 在這段時間 同事在附近 有出現過一些病人 他都比較擔心 我們都收到一些 有些同事都說 譬如好像急症室 我今早都收到一些急症室的同事跟我說 那會不會 全部都不如全副武裝 所有急症室 所有人都用了N95 所有都帶了全副 我們今早在中央委員會都談了 其實是不需要的 因為我們起碼初段看 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我們都是從一個類似 MERS或者SARS那種處理 基本上 我們相信 起碼初 在這一刻 他都在飛沫傳染多 當然 你很緊密接觸 或者我們做一些 會武化的步驟不同 那些我們一定會 穿足全副 N95 帶了全副武器 進去的 但在一般的情況裏 其實我們現在說 我們戴Surgical Mask 去有結手等等 其實是足夠的 所以我們今早都確認 去重新肯定一件事 所以希望趁這個機會 有機會 我都去確認 給同事一個安心 另外一個 你都問得很對的 就是我們的隔壁病房和化驗 其實這個息息相關 你都想到 因為我們大部份的隔壁病房 現在都是最主要隔壁 在這裏等化驗報告 當然亦都看病情的變化 但收的症大部份都是輕微的 所以那個法驗報告是非常重要 都多謝 因為我們本身在醫管局裏 我們都積極去希望 盡快有這個自己可以做得到 減少那個 即我們叫轉回時間 即回來的時間 但這個我們看 我們都要二月頭才有課 有課之後 我們還要用幾日時間 去我們在市務室裏 證實去work 我們那邊市務室 所以都是二月頭 第一、二個禮拜左右 才我們在醫院局裏面 有能力做到 我們都訂了課 在這段時間 我們最主要都是 靠衛生署的公共法院中心去處理 其實現在公共法院中心都很好 每日都幫我們去處理有關的情況 但我們都希望盡快 因為很簡單 如果我們每日收五十個進來 他要兩天才做到 我就百多個人在這裏 如果他一天做到 我就五十幾個 這是有數得計的 所以都多謝 我們這幾天談了 都多謝衛生署那邊幫忙 張醫生也可以補充 就是我們在今天星期五 由今天開始 其實他們已經在平日的時間 一天跟我們做兩轉 我們希望都可以幫到前線的同事 可以盡快得到結果 讓病人出院 現在暫定公眾假期等等 他們都可以說每一天都幫我們做到 但會否再做多些呢 這個他們仍然在盡力在商討 我們都在努力 OK OK 有問題 第一條問題是關於想知道 而你現在想知道 現在病毒的潛伏期是幾類 潛伏期會傳染給其他人 現在可否可否釋放到有一個持續的人傳人 現在有沒有開始過一個三代的傳播 現在有個案子是關於那個病人 沒有發炎、沒有發燒 有些方法可以監察到這些沒有發燒的病人 第二個問題是想問 內地已經有了一個發出的事實下 可以在兩至三個小時完成各個檢查 但為何香港使用RTPCI檢查之後 都需要做一個基因方面的檢查 過程中需要一至兩天時間 想問香港現在有的一個發出的事實下 跟內地用的是不是一致的? 之後會考慮都是更新的那個盤導的方法 第三個問題想問 現在香港有沒有開始研究那個病毒的標本 開始研究那個縮權和病毒的風暗 謝謝 很多問題我可能未必可以全部有答案 潛伏期就沒有一個官方的潛伏期的時間 但是根據我們對於MERS或者SARS的理解 或者一些初步和內地的專家的得知 都可能是14天以來 那真的確實的時間是一個禮拜 還是怎樣? 因為它通常都會有一個闊的 可能是幾天去到十幾天 一般14天以來都是大家的共識 所以我們比如說隔離營都是用14天來做一個日子 人傳人 剛才我不是說過 其實世衛那個開完的會 都是會證實了 其實人傳人是正在發生的 潛伏期傳不傳遠 被其他人現在沒有這個治療 但是那個傳播率都頗高的 如果他們說1.4到2.5 當然它是這個初步的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甚麼都不做 一個人平均來說 一個人就會傳到一至兩個人 或者兩個人以上 所以其實是會有不斷的傳播 不斷的爆發 就是如果你甚麼都不做的話 所以就會有機會是疫情擴散 這個傳播的出路 就跟平時我們流感幾乎相近的了 那RTPCR 因為我不是我們法院所的專家 不過我知道 據我了解 就是因為他們 在香港都是只有1、2個個案 雖然我們是有那些快速測試 都不希望 一確診的時候 確診錯了 所以都會重複測試 還有做基因測試 基因的排序 看清楚究竟是否真的 跟武漢那種一樣 萬一搞錯了就不好 因為我們又要隔離那些 民視接觸者 我相信就是 萬一真的有新的個案 或者他們經驗多了 他們會對那些快速測試 即他們會相信那個快速測試 就真的是那個 真的的測試 就不會怕 可能經驗不足 或者萬一有些錯的陽性 那就不好了 所以大家就穩陣些 但你都不用擔心 因為其實我們一有這些初步的 快速測試的結果 我們已經將那些病人 即是本身已經隔離了 但是連他那些 密接觸者 等等 我們就不會說 等他確診之後 才會做事 全部都是馬上做的 連公佈都是馬上公佈的了 那麼 都會和我們一樣能夠測試 我們測試 我們內地的盒都測試 我們都有 不過我們都有其他的 因為都有不同的 這些器 香港就沒有了 就是世界衛生組織 就是武漢已經有第四代 其他地方就有些第二代 就是它傳了進來 現在我們傳了進來 有一個個案 如果萬一有一個密切接觸者 它又再真是跟著 過幾天之後 14天內再發病 那就第二代 現在用那些方法去警察 找到沒有發燒的病人嗎 沒有了 因為其實就算 剛才有位同事就說 為甚麼你不快些測試 或者是測試了去陰性 那你便離開了 但其實有些人 如果他沒有病徵的時候 我們相信 就算你驗 都未必會驗到的 就是潛伏期 當然不是很清楚 就算如果你說第一次 因為拿板 都可能會有一些 不一定拿得到的 尤其是上呼吸道的板 所以有些人 如果就算發燒 你拿了是陰性 都不代表你一定是沒有 所以都要觀察 他那個臨床的情況 然後才可以看看 是否可以適合出院 就不是說真的 一陰性 就一定是沒有 就是這些全部 都不是一定的 這個宿主 其實我想全世界都在尋找 特別是內地或是世衛 其實他都是未知的 我想內地的專家 還是在尋找的 可能是 香港 香港 你要去內地才可以研究到 就是我意思 就是 香港 香港 內地的專家 還是在尋找的 可能是 香港 如果你說經營排序 在網上已經有 大家都已經知道這個標本 都已經有很多科學家 在做一些對比研究 但是你還是要真實知道 究竟那個 哪個宿主也都有人 這裏就是未找到 不是說香港 這個全世界的科學家都在做 香港科學家 我想都是在做 我想問兩個個案子 之前消息說 有個駐守東九龍的交通部警員 就曾經回到內地 帶回香港發燒 其實想問一個 就是快測的結果是怎樣 第二個就是 之前有華田門醫院 有一張懷疑個案 就是他一個在武漢讀書的男生 回香港之後就不舒服 他的個案子的病情又是怎樣 還有第二個就是 第一宗的確診個案 其實他坐過高鐵來香港 其實有幾多個人 是因為這種確診個案 是跟政府申報主動去隔離營 還有他那四個親友 其實你們現在 有沒有跟菲律賓當局 聯絡過他們的親友的情況是怎樣 還有第三次 我們也有些讀者提供 就說 就是今早上6點去到機場 飛機底缸之後 就發現一些體溫檢測的人員 其實在那裡睡覺 那這個會不會都是一些檢測的漏洞 就是你們現在的檢測工作 流程是怎樣 那個火車 我知道那輛車就不是很悶的 但是我們也有兩個是坐在 因為他們自己一家人已經是四五個人 然後在那個位的前後 有兩位就是我們找到 然後已經在隔離營 其中有一位就是去了馬嘉烈 另外在整個車廂 我們都現在陸續找到 已經找到十八位的 其中有一些都是覺得自己有些不舒服的 都進了醫院 剛才都是等候的測試的結果 以及看看他的病情 剛才你說的那兩位 我依稀都見過 但是其實你知道 我們從昨天到今天 可能除了66 今早已經可能七八十例的情報 你們看到的可能有一兩例 是被人送到醫院 其實全部都是等候發言結果 如果我們沒有公佈說 有些陽性或者高度懷疑 他們要麼就是陰性 要麼就是沒有發言結果 第三條是什麼 機場檢測 我們有一個 即是武漢來的機 我們就是有些會做健康申報 今早開始就在西九龍的高鐵站 都開始了健康申報 因為今早就大概 我聽同事說 大概一天都有三千的遊客 不過就不算是高峰期 高峰期可能是年初二三 那些時候可能是接近兩萬 所以今早那個人流還是順暢的 但是接下來就要看看 怎樣可以再 即我們都很擔心 是塞住了那條人龍 大家的嘴閘就不太好 所以都在看著 怎樣可以令到整個程序順順暢 是順暢 這個我可能說不到給你聽 因為我也不在現場 不過當然我們都會繼續提示 所以我們看見 是否有哪一件事 可能是在前線員工 那裡有哪一件事 那裡有哪一件事 第二,有些优优独播剧场上, 有些优优独播剧场上, 有些优独播剧场上, 有些优独播剧场上, 在香港的香港市场。 第三,有些优独播剧场上, 有些优独播剧场上, 或是有些优独播剧场上, 对于其他事件的情况下, 有些优独播剧场上, 像是你所说的, 有些优独播剧场上, 您可以解释一下吗? 谢谢。 目前为止,有四优独播剧场上, 现在有一家优独播剧场上, 在一些优独播剧场上, 我们之前有五优独播剧场上, 然后再次优独播剧场上, 并牧场上罪人生疾瘩, 然后他和许独播剧场上, 便吸引到大优独播剧场上, 法定人數不足 法定人數不足 So perhaps I can talk a bit about the situation of the HA, Hospital Authority. As you said, we are now in the very high pressure and very tight in terms of the bed provision and also the manpower provision. Right now, as we observed yesterday, as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actually widens the reporting criteria for the new disease, from yesterday, 12 noon to 8 am of this morning, we already received 66 reported cases, which is quite a increase in number compared with our previous days. And right now we have more than 110, exactly 119 patients still in the hospital. That put a lot of pressure on our isolation beds and our clusters. In this morning, we have a central meeting, but all the clusters already claim that their adult isolation beds are actually quite full. Some are already fully occupied. And they are now mobilizing some of the other facilities that we have reserved for the turn them into negative pressure and mobilize the patients and the resources. So that while now we can increase our number of isolation beds that can be operated from 500 to 500 and 70 something. And our isolation rooms from 290 up to 309. But even with that, our isolation room, the occupancy is still more than 70%. So it's a very high occupancy. And they are trying to mobilize more over these coming few days. �体 Mr. Mr. Thank you very much. Very much. Thank you. Is there are any images of the past few days? 響鐘 響鐘 So right now, that's our situation and we are trying our best to accommodate and to contain the infection So I would like to hear also to advocate to our citizens and public to help us to protect the hospital So when they actually come to our hospital, we encourage them to hold hospital compound, wear a mask And bring alcohol hand rub, do that more often, wash hands and to our clinical area Actually, it's our policy, we enforce wearing masks, so I hope for their cooperation And you also asked about the accommodation of our staff Yes, right now our staff also concerns about if in case they have to take care of more of the confirmed cases Some of them feel worried if they need to go home after work So we fully understand that So right now we are mobilizing the different rooms among the different hospitals and customers At this moment, I was told that out of our seven customers We already have more than 260 that's available for the staff to stay overnight after their duty And we are trying to mobilize more and we are trying to actually see whether in the society like in the hotel Whether we can hire more rooms for staff for the accommodation And we have good news that a few hotels already say they would try their best to help But also we have a few hotels feeling concerned Right here I would like to say that actually for these kind of staff Okay, all our staff are well trained in infectious control And they actually have their full gear, they wear PPE when they see patients So actually I would say that the risk is quite low and quite safe actually to to have our staff to help to help out So I would like if the hotel industry, okay, they can help us in time over this very difficult period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Hi, you came to a question Are you wondering, would you tell me, is that? In Houston, moving in the message section Question was the next slide Please ask me. Is there a majority in the cell phone That was a young person 今早上升的情報國安會否和這些情況有關係 幼稚就說有病徵和武漢肺炎有關的女客 知道可能他們要接受一些治療的時候 可能想同走 後來被醫護人員攔截 我想問問你們有沒有了解到這個情況 我想問問剛才提到有幾個 你們未肯透露的數字 其實有幾個醫護人員是有病徵的 我想問問你們有沒有檢視過 可能他們接觸過一些確診患者 或者是懷疑患者的時候 那個防護力足夠嗎 有沒有需要檢討或者加強呢 還有想補充問一些數字 剛才說那樣患者 至少加上有三個緊密接觸者 就是宋軟有病徵 剛才提到有其他的接觸者 接觸了你們 有些病徵送到不同醫院 我想問有沒有確實的數字 有多少位 還有有什麼病徵送到哪裏 另外一個在火車上的密接觸者 昨晚有些不舒服 就去了馬加列 另外一個病人 有一個醫護人員在隔離營 還有一個是酒店的密接觸者 就在隔離營 另外她的太太 還有另外一個酒店的接觸者 就在醫院的 一個是馬加列 一個是屯門醫院 另外就是 剛才有些其他接觸者 就主要都是一些同車 就是同一個車廂的 另外一些不是那輛前二後二格那些坐車的人士 那裏有六位就入了醫院的 那裏有些輕微的病徵 那裏有四個在拿達蘇 一個在伊利莎白 一個在屯門 嘍 我講講情況 你問到威爾斯的情況 我即是你一問 我也馬上檢查我們昨日 講到今早到今早入院的個案 其實都很平均 即是各個急症醫院都有 都不是集中在威爾斯的那裏 那你說到有關威爾斯的個案 我們都初步了解了 那就 大致上來說,據同事跟我們分享的了解,應該有兩個病人,她是夫婦,因為有上呼吸度感染和發燒症狀,也去過武漢,所以大家都明白,這個符合情報機制,我們告訴她需要隔離,需要治療,她聽到之後,也立即想衝出急症室離開, 正正我們之前討論,幸好有情報機制和隔離鄰,我們立即通知警察,也很快在醫院外,可以立即截到她,帶她回來,現在她已經進了醫院,接受隔離,進一步檢查,這個都處理了。 另外,有問到同事關心他們發燒症狀等等的問題,我們再次強調,在我手上,起碼我手上,即是說那些發燒,有感染症狀的同事,其實他們都不是一個叫親密接觸者, 只不過他們在有關的時間,在附近工作,他們自己比較擔心,我們也明白同事的擔心,我們比較處理足一點,希望都可以跟她驗了她,讓她放心,知道自己的情況是甚麼。 大部分,有好幾位同事,其實驗了出來都是隔離流感的情況,所以我想這個就不用擔心。 但你說防禦能力夠不夠呢?其實永遠防禦能力都是一定要加強的,一定要加強的,因為正正就是不可以有任何鬆懈。 我想早前,袁教授也有說,其實最危險的地方,往往不是一些急症室,或者是那些隔離病房的情況,因為那些情況同事都很緊張,應該就。 但是就是一些普通病房的情況,很多時候有些地方有機會鬆懈了,所以我們這裡經常都提醒同事,一定要跟蹤指引。 其實如果跟蹤我們現在的防禦指引,基本上就可以做到有效的保護。 我們亦有足夠的保護衣給同事。 如果與該的保護衛生組合計畫面有些不用放有別的地方, 首先可能前往我們以前會 Umm- 隔壁、發炎等 據我所知有些是旅行 即有些是旅客 我們今天的記者會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